嘿 大家好 我是蘇羅卡 現在時間呢 是 是 凌晨 給大家看一下 凌晨的12點 12點 12點 12點嗎 12點45分了 12點45分了 然後呢 我現在剛好從 工作室準備移開 其實我覺得男生喔 有時候真的是 不能說男生 長大之後要變成男人 變成男人呢 其實有點 這種東西真的很重要 因為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其實扛起一個腳 真的是 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可能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 羅卡好像買很多東西 蠻有錢的 我一直要在頻道裡面提倡的就是 其實這個觀念 這個想法是錯的 並不是說因為買很多東西 就代表他很有錢 也許是因為很認真很努力 想盡辦法真的是辦法想盡 那我現在要做的 我先來收一下東西好了 其實最近工作室真的有點亂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首先是這邊 這個是我 前兩天開一些 生活片的頻道 這個沒有收 然後這個 這個是我的主機在裡面 欸 這個是我的主機在裡面 所以我昨天主機忘記帶回家 也是真的很甜 還好我這兩天都在玩那個 軒圓鍵7喔 所以還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 還沒裝的 這個要拿去 收一下 這個 收一下好 剛才收了一個 那收的地方蠻奇怪的 因為我收的地方在水槽這邊 放在這邊 然後這裡有一些我的飲料啦 水啦 之類的 其實之前有沒有想說 要買一個 進水機或者是飲水機的東西 不過說實在的 就是都沒買到 然後 也不是都沒買到啦 就是 沒想說要好好的買 然後這片應該是 明天或後天呢 我要來上它 因為其實已經 拍完了 我昨天就已經 把心得丟出來 然後今天錄完營 還沒有 丟上去 大家看到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在 11月幾號 11月 反正大家看到影片的時候 這支生活影片 應該是禮拜五的時間 但實際上我是禮拜三 就玩這一個 就是 玩那個段落 然後 禮拜四的時候 就已經把它錄完營了 然後再來是 這個 這個是我之前有開箱分享的一個影片 那 現在廠商把這個公關品寄給我的 這次 好像還有一個是 Pro的 有一個是 Plus啦 Plus 然後這個我還沒開過 還沒用過 自己還沒用過 然後包括這個東西 也是我之前沒有開過的 還蠻特別的 然後 我先來收一下好了 真的是 非常多的東西 需要收啊 這邊呢 是我剛才 又拍了一支影片 簡單把它剪完 然後轉檔出來 再來是這邊 這邊我去下載了一款遊戲 等一下等一下 要稍微玩一下 我這款遊戲 其實未有玩過 但沒玩過幾次 所以呢 想說 稍微練一下好了 因為之後可能需要它的一些畫面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可愛的 就是這個 這個是 我還沒玩 有打開來的 但是還沒玩 是一個真女神轉生3的這個 限時魔戒畫box 這一個的話呢 它真的好像 一本百科全書的感覺 然後我還沒玩過 所以到時候來玩呢 也會分享給大家 不過我有發現啊 最近的這個 應該說我做Switch以來呢 只要做這種 比較懷舊的遊戲 比較舊一點的遊戲 大部分點擊都不會太好 就是 大家比較喜歡新的 這種懷舊的 可能有一些玩家 真的說實在的 可能真的玩膩的 也許 不過這次它是HD的重置版 所以我希望說 它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那給我的感覺呢 也希望可以更好一點 好 然後再來是 我的這個 影片轉檔OK了 那我現在先來 把它搞定 好 那影片通常轉完呢 我會把它丟到 然後丟到我們的工作的 那個 隨身碟 我們有個SSD 是工作的時候在用的 那裡面就會裝一些 我們需要傳來傳去的檔案 因為我們 就是 我其實還蠻需要 就是蠻依賴那個 Jeff的 因為Jeff在平時呢 他就會幫我上一些字幕啊 偶爾也會幫我剪個影片啊 所以 這就是大家互相幫忙這樣子 那搞定 這個東西就留在這邊 先給他 這樣子他就可以用 因為有時候 說實在我可能出去跑 也有過幹嘛的 會比較晚來 那如果比較晚來 我可能就會先把東西 放在這邊 給他先有 能夠開始先做 其實我在 我在工作這一塊 我是覺得說 就是盡量不要拖到人家的時間 因為 Jeff也是真的對我非常好 就是 二話不說 衝來幫忙這樣子 但我覺得 就是 工作時間要有限 我覺得可以 可以 找退 但是 不可以 延長太多 尤其是那種 常態型的那種 所謂的加班喔 因為說實在 我自己都是一個很討厭的樣子的人 像以前我在一些公司工作啊 那只要是遇到那種 上班時間非常不穩定 然後會往後延的那種 我都受不了 真的是完全受不了 所以我自己在 找人 一起來合作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欸 時間到就趕快下課 下課 如果說像有時候 沒什麼事的話 我自己真的做不出東西了 就下課 不然我也覺得說 其實待在這邊喔 就變成一種 浪費時間而已 不需要 我是覺得真的不需要 那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 討厭加班 我覺得應該每個人都討厭加班吧 所以說很想要的那個加班費 什麼1.33 1.66 還有兩倍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現在的勞基板規定喔 這個加班費也不會到太多了 因為以早期的 我在上班來看呢 哇那個加班費喔 非常離譜 你如果不加班的話 一個月可能才 兩萬八到三萬二左右 然後如果你加班下去 加到緊繃一點 最後可以加到七萬多 齁 你就知道那個加班有多麼的黑暗了 當然那時候的那個 勞基法規定啊 還沒有那麼的嚴格喔 時間 時速什麼的 沒有那麼的嚴格 所以 比較不會有那種什麼 什麼什麼 加過頭 然後會被罰錢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 如果公司有賺錢 有拿到什麼訂單之類的 你想要加班呢 基本上都可以加 可以加到一個 真的 真的 我真的在那個時候看到 認識到一些 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長輩 能說長輩嗎 他們真的在加班這一塊 是真的全力以赴 非常非常的誇張 其實若干年後 我現在三十好幾 我才發現 好 自己也許也是需要努力的那一個 就像現在 拍到現在這時間呢 已經凌晨的十二點五十三分 那其實我現在才準備要回家而已 雖然說 我的工作室離我的家 不是很遠啦 但是 這時候妹妹就應該已經睡了 所以回去也不會跟她玩 有時候會覺得說 其實在工作 跟在家庭 或者在自己的生活 其實真的是需要取得一個平衡 那真的是非常有挑戰 尤其是 男生 如果說是需要扛起個家的男生 那可能會有很多人有疑問 康琴的家有什麼好了不起的 不是大家這樣嗎 不一樣 有的人其實會有一些資源 然後那個資源其實都非常大 說實在的啦 那個資源真的是大到會 會讓我們覺得 哇 真好 他爸爸有沒有去乾那個乾的子之類的 很多人應該都有這種想法過 像我前幾天在看那個 我有家那種什麼買賣房子的那種 那個什麼 社群 社團 就是FB的 然後家庭區呢 突然有一個人發問 他就說 他去辦那個什麼 他去辦什麼 對保還是什麼的 然後那個業務還是銀行人員 就跟他說 其實現在喔 有80%以上的年輕人買房子呢 都是家裡面自住 就是 頭期通常都不會是自己拿出來的 所以他覺得說 這個是一種常態 很正常 但是說實在 像我們現在自己要買房子 我跟老國大人 就是需要自己好好的打拼 像拍影片 或者是我們做的任何點點滴滴 其實我們都非常努力 那我覺得其實在這些努力的狀況之下 有時候真的 還是希望可以回饋一些觀眾朋友 因為其實 大家有時候跟我們這樣子在聊天 甚至在生活頻道裡面會看我影片的 我都覺得說你們應該是真的比較喜歡我這個人 才會來生活頻道 畢竟呢 生活頻道做的片真的是又雜又亂 而且很多都是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心得 所以並沒有那種 剪得比較順一點的那種影片喔 可以分享給大家 所以啊 有時候我們就想說 回饋一下回饋一下 就算我們再 再 再需要努力 再辛苦 也都沒關係 甚至呢 有時候像 做一些公益啊 我也是覺得說 並不是說自己要賺到多有錢 才去做這個公益 就是 有那個心 然後能夠去做 如果還能夠帶動到 這樣就是最好的 所以我覺得 我其實跟我的老婆大人 還有蠻多地方是需要好好的努力啊 因為 我們做電玩 應該說我啦 主要是我在做電玩 其實說實在 原來小時候的一個夢 那當然在長大之後呢 我還是必須把這個夢 跟這個很實際很實際的這個 柴米油鹽醬褲茶 給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呢 超爸爸讓我真正的可以去接觸這樣的東西 畢竟 今天如果我沒有好好的去做這些事情呢 那我的這個夢呢 可能就沒有辦法去做了 所以 還是要好好的努力 好不好 那現在呢 停車快要一點的 12點56分 好不好 回家 跟各位說聲掰掰 明天見